今天分享的是太白鞋 太白鞋位于第一只指关节竞端 刺白肉计的凹陷中 我们可以沿着这个大指关节向后一滑 这里有一个凹陷的位置 刺白肉计的地方就是太白鞋 说到健脾补皮 大家想到的可能都是阴灵犬 公孙祖赛利等鞋位 但太白鞋为皮筋的圆鞋 脏腑元气流脂的部位 五脏六腑有疾 取之原液 太白鞋主管皮筋上的各个问题 健脾的作用比其他鞋位都强 有健脾液气消失化质的作用 对脾胃运化的问题有很好的调节作用 另外太白鞋也是皮筋上的输血 输主体重解痛 身体困重倦怠 以及皮筋循行路线上的疼痛 也可以找太白鞋 另外有些人在上午九点至十一点 皮筋当令的时间 肚子就会咕噜咕噜的响 人也特别疲倦 有时还伴有腹泻腹痛 过了这个时间点又好了 像这种情况 就可以找皮筋的输血太白学 有些孩子不爱吃饭 我们不妨也给孩子暗揉一下这个穴位 健养脾胃